谈论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时事问题,所以我们将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情况,特别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些关于即将到来的一些想法,我们将会对中东地区的发展有一些思考。 所以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不是吗? 我之前提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今年年初的一些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担忧,因为你知道当我看到新闻上发生的事情时,我经常想,天啊,我竟然说过那个,这让我担心,因为你知道我还猜对了什么其他事情吗? 例如,我稍后会放一些片段,我确实谈到了巴尔迪摩大桥坍塌的事情,或者你们会看到片段,实际上,我说的是巴尔迪摩,但我在赞助人页面上上传了,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我看到的事情,我还谈到了癌症。 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也在我的2024年的预测中,我是在9月14日做的,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我会解释一些也许我已经说过的事情,但也让我们来扩展一下,并思考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还记得我在日识视频中提到过这是地震的时期,你们也会注意到,我今年年初关于2023年末至2024年的预测中提到了纽约将发生地震, 而那实际上是在日识时发生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周围的很多事情我似乎都说对了,我并不自称什么都说对,我经常说这就像透过暗镜一样,你能看到一部分,你能感觉到一些,你可能能把基本情况说对,但你可能会把一些细节搞错,但有时候你也能,完全准确,我认为对于所有的透视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你知道我们并不总是什么都说对的, 那些声称自己总是什么都说对的人可能是在自欺欺人,但是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我在我之前的一些预测中也说过,在中东爆发问题的同时,台湾也将同时出现问题,虽然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但我不禁思考,难道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潜在的问题吗?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是看看会发生什么,有时候这让我感到震惊,就像巴尔地摩大桥的事情出现了一样,当我在做这种流动型的透视时,你们就知道了,我不能开始预测谁会当选总统或是查德等等,我需要,你知道,我需要一些关于主题的东西,我们看看灵魂指引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影响和一些想法, 所以我说了,但还没有发生,对吧?但是我在2024年年初说过,我说以色列将会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我也说过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虽然还没有发生,但现在媒体上正在谈论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所以看来我的预测正在成真,这很可悲,因为这将意味着中东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将会加剧,将其推入一个更加凶猛的冲突中。 但我的感觉是,我仍然是正确的,你知道,我曾经在70年代住在以色列,虽然现在已经很久了,但我曾经在一个农庄上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对以色列人的心态有所了解,我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我与一些实际上是贝尔森集中营的老人交了朋友,他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在田地里工作等等,以色列人不仅在以色列上方有一个铁穷,而且他们的精神也是坚不可摧的,这种永远不在的心态是如此根深蒂固,相当可以理解。 如果一个恶霸来打你,你不能后退,你必须比他们狠狠地打击他们,让他们倒下,这就是生活中的现实,不是吗? 有人在学校欺负你,如果你让他们这样做,他们每天都会这样做,但在某个时候,你必须站起来给他们足够多的打击,让他们再也不敢这样做,然后他们会去找另一个受害者,这就是我认为的情况。 以色列现在不是,目前每个人都在呼吁外交,英国这边,我们的首相太软弱了,太阳苏纳克一直在呼吁绥靖,呼吁我们能不能来个时机,让我们说以色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你击落了所有攻击你的无人机,实际上是美国,法国和英国击落了大部分,是约旦人。 但我看不到,以色列会听从英国,法国等国的任何建议,这些国家都在这里施加压力,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说,别报复,别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来,但这是以眼还眼的情况,甚至是以眼还两眼的情况,因为我觉得以色列会和伊朗动手,他们会打击他们,我也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虽然我已经通过透视说过了, 但我也觉得,纯粹从逻辑上来看,为什么不打击他们,在那里我们不再受到伤害的地方呢? 让我们拿走唯一威胁以色列的东西,那就是潜在的核攻击,但我的想法是,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俄罗斯在背后搞了一些相当不好的事情,朝鲜也是如此, 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政府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区有美国的飞机航母和其他东西,我感觉到他们已经提供了一个核武器的传递系统,也许伊朗实际上确实拥有某种形式的核武器,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现在打击他们,因为现在如果发射任何东西,这些导弹可以被拦截,从一些人的说法来看, 他们用无人机等东西发射的东西都相当垃圾,但是我的感觉是,背后还有很多事情,尤其是俄罗斯已经与他们达成协议,就乌克兰得到的无人机达成协议,并且与他们达成了协议, 为伊朗想要什么回报,我们不知道,但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这让他们有信心能够向以色列投放大量东西,以前他们从未敢做过的事情, 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些让他们有信心的东西,朝鲜也参与了所有这些谈判,他们是否得到了一些技术,与朝鲜一起,并且俄罗斯是否也在分享他们的技术, 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对乌克兰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确实需要被打击,这让人感到很可怕,但我觉得这是以色列的最后机会, 我觉得我首先看到的是,我看到了一些摩萨德大动作,我看到了一些像詹姆斯、邦德的爆炸事件,他们闯入了一个设施并炸毁了它, 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一次空袭,所以我的感觉是以色列将对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将是他们的核设施,这是我之前已经说过的事情, 这将会导致更多的麻烦,显然会升级更多。 有趣的是,我一直在研究一些诺斯特拉达姆的预言,当你回顾一些书籍时会发现很有趣,我有几本诺斯特拉达姆的书, 但我不会把我的预测建立在他的预言之上,我只是了解他们,我感觉我必须按照我所掌握的知识去行动。 但有趣的是,当你回顾一些书籍时,例如,我有一个老朋友,早在八十年代初,这本书出版了, 这个版本的诺斯特拉达姆将所有的四方解释为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甚至谈到了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会有一个协议, 所以我认为这与当前的情况非常接近,然后他还谈到了一个最终的入侵,穆斯林将入侵意大利, 并通过瑞士进入法国,最终占领罗马并焚烧巴黎,这很有趣。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更现代的版本,最近有Mario,Reading发布的版本,他已经去世了, 但也有一些非常准确的东西来自于诺斯特拉达姆的预言, 一些相同的事情被重新解释为中国。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这就是这种不一样的东西的问题,虽然亚述写的东西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方面,你知道, 回到早期的解释,也许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将成为世界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它会不断升级。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以色列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攻击, 因为攻击将来自黎巴嫩,他已经受到野门的攻击,通过叙利亚,等等。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约旦保护自己的领空。 我的想法是,世界领导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他们已经很久以前就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伊朗藏着什么, 他们在对伊朗实施适当的制裁方面太胆怯了, 如果他们对伊朗实施了全面的制裁, 那么人民可能会像伊朗的妇女那样进行反抗。 我认为伊朗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所认为的, 因为如果所有的导弹都飞过去, 被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完全击落, 那大部分都会成功。 我们本来会有大规模的以色列平民大屠杀, 再一次,所以我觉得情况会升级, 我觉得美国会被卷入, 我觉得英国已经被卷入了, 法国也会被卷入, 可能还有其他国家, 比如德国, 我认为中国会站在一边, 我看不到中国除了假装给予一些解决问题的橄榄枝之外, 还会做些什么, 他们很高兴, 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台湾, 这一切都在背后, 沙特阿拉伯对此也将非常重要。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沙特阿拉伯, 我之前提到过这一点, 沙特阿拉伯将成为一种仲裁者, 我感觉也有更多的了解, 例如特朗普成为总统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沙特阿拉伯, 为什么要去那里? 因为沙特阿拉伯掌握着许多谈判的关键, 当然还有石油, 当这一切发生时, 石油价格将飙升, 我们将看到石油价格的大幅飙升, 这意味着普通消费者将再次面临寒冬和极高的石油价格, 以及石油短缺。 我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我感觉这也将严重影响股市, 我们将看到一些严重的股市损害, 我认为加密货币也不会成为任何安全的避风港, 事实上, 我感觉它也不会免于此, 因此由于这种情况将会产生大量的不确定性, 一旦美国和西方对这一事件分心, 其他诸如普京等其他对手就会继续在乌克兰努力推进, 我们可能会看到乌克兰进一步受到攻击, 事实上, 我看到伊朗的核设施被打击, 但我也觉得乌克兰的核设施会受到严重打击, 虽然不及切尔诺贝利那么严重, 但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那里出现严重的辐射泄漏问题, 他们已经受到了几次打击, 但我觉得未来几个月会发生更为严重的事情。 我还看到了一艘航空母舰被俄罗斯的导弹击中, 不一定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的, 但我感觉好像有人拿到了一枚导弹, 它并没有击中美国的航母, 而是击中了一艘英国的航母,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艘英国的航母在那里, 或者正在前往那里, 但我感觉是一艘英国的航母被击中了, 虽然没有沉默, 但我感觉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这是我在之前冥想时看到的, 这些是我的主要想法。 我认为这些是我主要的感觉, 即情况会升级, 我们也会看到其他一些我提到的事情。 例如沙特阿拉伯将会有更多的仲裁, 但土耳其也会介入, 再次试图仲裁, 试图平息局势。 同样的, 埃及也会介入。 所以沙特阿拉伯, 埃及和土耳其, 而约旦的影响则会较小, 我认为他们只会试图保持中立, 帮助平息局势。 我们最终会摆脱这个局面吗? 是的, 我们最终会摆脱这个局面, 这不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情景。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扰和令人担忧的局面, 我觉得核弹会被投掷吗? 我不这样认为, 尽管伊朗可能拥有这样的东西, 但我觉得它会被阻止。 我感觉一旦核设施被击中, 将会开始出现更大范围的和平可能性在中东。 最终我也觉得伊朗的政权会垮台, 它将从自己的人民中崩溃, 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 这个国家的思维方式是中世纪式的, 它过去极端的封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多少伊朗人, 但我遇到的每一个伊朗人, 我见过相当多。 我为一些伊朗人做过一些读术, 其中许多人已经离开伊朗, 但有时并没有离开伊朗很久。 我总觉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人, 思维也相当现代, 也许是因为我们遇到的是较富裕的人, 因为他们是可以离开这个国家的人, 但我总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尊严和聪明的人。 他们如何保持我没有政治立场, 但我认为我们会看到 更多对正在变得有点摇摆的政权的抵抗, 所以这些是我首先想要分享的主要想法。 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总是会得到关于特朗普的问题。 我已经说过, 我觉得特朗普会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这将是一场险胜, 但我觉得他会很快摆脱整个斯托米、 丹尼尔斯的事情。 你知道我觉得整个冲突将会对拜登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因为尽管他全力支持以色列, 并表示我们坚定地站在你们背后, 但我感觉在他心中, 他更倾向于巴勒斯坦, 所以他的立场左右逢源, 或者说是他身后的政权, 但你知道我在看, 我看到特朗普很快就会身体不太好。 我感觉到他周围有疾病, 我感觉到疲惫和疾病,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非常有决心, 但我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只是感觉到了, 我看到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做了一些事情, 这似乎是在总统任期后的事情。 看起来, 我们通过沙特阿拉伯达成了某种协议, 我也不知道更多细节了。 时间框架不容易给出, 因为我在占星术方面的东西, 就像在伦理上一样存在, 因为我们有一种自由意志, 事情会按照某种精神时间的方式发生, 有时候就会在适当和准备好的时候发生。 这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可能会看到, 例如多利斯、斯托克看到我和简相遇, 他确实告诉我会在哪一天遇见, 但他确实告诉我了年份, 所以我有日期但没有年份, 所以这种情况发生了。 是的, 因为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些事情, 我应该提到的, 但我看到, 加沙北部将几乎永久地被以色列占领, 他将持续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逐渐他们会开始在那里安置定居者, 他会变得有点像戈兰高地的情况。 我看到他们将加沙人民推向南方, 并将他们推向一个越来越小的位置, 我还看到了, 因为我在上台之前看到了一些事情, 我应该提到这个的, 我也看到了加沙海岸线的一部分被占用了, 所以加沙地带的一部分被占据了, 这不仅仅是加沙的整个顶部, 而是一个很长的条形区域, 他们占据了一些最优质的土地, 并把一些加沙人赶出去, 我感觉以色列非常愤怒, 以色列会推进, 但会是全面的世界大战, 印度也会介入吗? 谢谢你提问, 我对印度有一些强烈的感觉, 我认为印度的整个历史将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未来, 印度将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的国家, 最终, 我们将会面临很长时间的这些冲突, 但未来三四年将会逐渐缓解, 印度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并将提供新的思维方式, 你知道我对印度非常感兴趣, 我喜欢印度的灵性概念, 但我感觉印度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中国的衰落之后, 因为我感觉中国将会分裂, 中国将会再次发生革命, 并最终分裂成多个国家或多个地区, 过去, 中国内部经常发生冲突, 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数百万人在中国各省之间的冲突中丧生, 但我看到, 中国将会相对和平地分裂, 我感觉印度最终会在这方面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但我不认为, 这会演变成全面的世界大战, 尽管你可能会说, 如果台湾, 乌克兰和以色列都发生了事情, 那就是全球性的, 但这是三个独立的冲突, 虽然背后是相似的大国力量, 但这是独立的冲突, 我们未来世界大多数冲突都将在网络空间进行, 它们将都是一些AI类型的事情, 会更多的是那样, 我认为印度最终将成为和平的制造者, 但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 我觉得印度和中国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 以及印度东部和缅甸以及周围地区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 我最终看到一些冲突, 但印度将扩张, 我感觉印度有一天将扩大其边界, 甚至逐渐吞并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 但这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当边界发生变化时, 通常是一件坏事, 但我看到实际上, 随着世界的变化, 我看到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我们将面临恐怖主义问题, 这将是未来几个月, 以及2024年末和2025年的问题, 我感觉会有恐怖袭击, 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国, 我感觉法国和英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孤立的狼人在澳大利亚制造混乱, 但我看到一些像体育场这样的地方会受到恐怖袭击, 我还看到一个带有放射性的无人机, 可能会在伦敦或巴黎上空飞行, 我看到一种类似肮脏炸弹的东西, 不是核炸弹, 而是来自医院废物的核废物, 我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感觉到加拿大也将遭受一些刑事的袭击, 会有多起袭击事件, 你会记得在我的一些早期预测中, 我也看到了再次出现的空袭, 不像911那样的事件, 而是劫机事件,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如此严格的安全措施, 但我感觉有人会再次实现这一点, 我们会在其中遭受一些损失, 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事情, 我认为这将与以色列发生的事情有关, 而西方已经被卷入其中, 他们已经深陷其中, 当然,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复仇, 他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 有点像普京, 他们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些人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重要, 他们拥有巨大的野心, 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一直是相当右倾的, 当涉及到他的政治观念时, 他喜欢看到以色列处于强大的地位, 他喜欢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预言, Shirla, 你认为这会成为伊朗人民呼吁独立的催化剂吗? 你能否提供一些指示, 表明独立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感觉到这将会发生, 让我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想法, 是否有任何不寻常的迹象, 你知道, 我感觉到女性运动在伊朗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要在一个被极端伊斯兰的性别歧视观念主导的世界中站出来, 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看到了一场革命, 街上有人, 人们挥舞着旗帜, 为什么我看到了红色和黄色? 我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我看到了红色和黄色的旗帜, 出于某种原因, 我看到伊朗人和他们全部都在逃离, 我感觉我已经逃离了, 我逃向了北方, 可能是进入土耳其寻求庇护, 因为这就像是第二次伊朗革命, 我感觉到有人呼吁恢复沙阿或类似的东西, 我们想要亡国再次存在, 酒店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这是对伊朗政权的恐怖袭击,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认为以色列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我感觉这可能发生在伊朗本土, 我看到了暗杀企图, 试图消灭领导人, 我感觉到这背后有妇女, 是女性的力量推动了这一切, 我看到了伊朗涌现出一位非常强大的女性, 这可能会很奇怪, 因为即使有一次革命, 我认为这会违背许多原则, 但我不知道这是何时发生的, 我不知道我正在往前看多远, 但我看到了伊朗涌现出一位非常强大的女性, 我曾经也说过俄罗斯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我看到了伊朗涌现出一位强大的女性, 我不知道她是领袖还是另有强大的感觉, 她与艺术有关, 好像她是艺术家或者什么的, 好了, 这些只是一些零碎的想法,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总是突然冒出这些想法, 我喜欢这样, 当你为人们进行占卜时, 你就会这样, 我开始说一些事情, 事后人们说, 哦, 克雷格, 你说得对, 我没有看到, 关于斯堪蒂纳维亚半岛参与其中的情况, 但我认为, 整个世界都会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 至少会试图平息一些事情, 你们知道, 世界外交事务是如此, 我记得很久以前, 当我刚开始通灵时, 我和我的导师在谈话结束时, 他会进入一种状态, 做一些匠神工作, 他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状态, 我们与他的领导进行交流, 就像在和另一个人交谈一样, 因为那是非常的, 那个我坐在的圈子里的人, 后来有些也成为了一些有名的通灵者,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强大, 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那简直就是一个储物柜, 我们可以在里面容纳七个或更多人, 然后围坐在一起, 你进入一个深度的恍惚状态, 我过去常常询问有关世界未来的事情, 即使在那些早期, 我对此感兴趣, 这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这是在八十年代初期, 他说过好几次, 世界上的麻烦, 首先首要来自中东,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 那确实发生了, 这比任何事情都早, 但确实发生了,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 那是由当权者发动的, 在双方都投下了导弹和炸弹, 我想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也有点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同时向两方出售武器, 在战争中, 无论他们赢还是输我们都能赚钱, 那场战争继续下去, 我问过会不会发生和大屠杀, 会不会发生和末日,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被告知不会, 但我被告知核武器会在一些地方出现问题, 比如朝鲜, 这是我25岁时谈到的, 这是在80年代早期, 你知道那都已经发生了, 我问过最后会不会有一场战争, 会不会有, 他说不会, 世界上的问题会变得如此之大, 以至于迫使世界各国团结一致来解决问题, 因为问题只能通过集体解决, 无法个别解决, 令人惊讶的是, 彼得, 克洛斯这位传授通灵者也在做这个事, 令人惊讶, 在这个深度的恍惚状态下, 他还说环境问题也将成为促使世界各国团结起来的另一件事, 因为环境问题是如此之大, 我们永远无法解决它, 当时只有一些边缘人士在谈论环境问题, 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的乐观, 你知道, 最终世界会好起来的, 我之前告诉过你, 最终会有一个黄金时代, 我指的是意识觉醒, 灵性觉醒, 因为一旦人们觉醒了他们的灵性, 其他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先寻求天国的国度, 其他的都会加给你, 圣经里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首先追求灵性, 其他一切就会顺理成章, 如果你想想世界, 我们总是担心它, 对吧? 但是当我们看着世界的时候, 我们会想, 总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你知道, 我现在70岁了, 所以总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得并不远了, 我想我不会再活50年了, 所以总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会回首过去, 首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整个生命, 我们会看到, 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 就像一部录音的展开一样, 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方面, 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会感受到其他人对我们说过的话, 如果我们对别人说过不好的话, 我们会感受到他们的反应, 我们会看到镜子的两面, 当我们进入灵界时,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生命中可能发生的所有可能性, 我们会看到, 如果我做了这个, 而不是那个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选择了艺术事业, 而不是选择了广告事业, 然后通灵和其他一切, 以及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 你遇到的人, 你约会过的人, 你没有跟进的人, 以及所有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 都会在你面前展开, 你会以一种超脱的方式看待它, 因为你会看到它, 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的生活故事, 同样的事情, 也适用于世界的历史, 我们会以同样的超脱方式看待它, 好像这只是一个故事,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束缚在恐惧中, 当我们看到新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时, 这对世界也不利, 如果我们把自己束缚在恐惧中, 我们应该以那种超脱的方式来看待它, 好像我们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了,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实际上会发展出一种力量, 一种精神力量, 来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善意, 因为我们不受恐惧的束缚, 我们受到的束缚, 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知识, 我曾经和一些非常高层的圣人坐在一起, 当我在印度的时候, 我和他们坐在一起, 当你和一个真正在那里的人坐在一起时, 你会有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 你的生活会好起来, 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你知道, 你只是知道, 你只是和那个开悟的人一样的能量在一起, 他会给你一种没事的感觉, 他们不需要说什么, 他们没有用言语, 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理解, 达到那个地方, 朋友们, 我们只是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 实际上这也会使一切变得好起来, 但这是因为超脱就是看待事情的展开, 记住这一点, 也许我们可以摆脱所有这些在世界上的恐惧, 这些恐惧是被夸大和恶化的, 不是吗? 由于无尽的新闻报道, 在每个方向轰炸我们的新闻报道中, 因为这是好的, 简单, 廉价的电视节目, 我们陷入了这个充满恐惧的世界, 这导致了不良的思想。 chat 打音声 stir 打音声 叫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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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